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道菜需要什么食材呢 就蛤蜊 蛤蜊 还有一个鸡肉 还有鸡肉 好 所以食材需要两种 第一个是海鲜蛤蜊 第二个是鸡肉 那需要什么调味料呢 姜 米酒 米酒 盐巴 好 只需要三种 姜 米酒 盐巴 好 我们要准备出发去采买这些食材咯 走吧 现在我们来到了海鲜区 我们要找的是蛤蜊 你在大卖场你会看到的蛤蜊 是像这样的 你得自己拿一个塑胶袋 把你需要的蛤蜊放到袋子里面 这样装成一袋 等一下请服务人员帮你称重 就知道他多少钱咯 这样装成一袋 如果大卖场没有这样子的蛤蜊可以买 你也可以买包装的 比方说像在冷冻柜里 也会有包装好的蛤蜊 像这样子的蛤蜊 已经提前被包装好了 这样子的蛤蜊可以放比较长时间 如果你不是今天或是明天要做菜 你可以把这样子的蛤蜊放在家里 需要做菜的时候就可以拿来做饭咯 现在我们来到了肉品区 如果你需要买鸡肉 牛肉或猪肉 都可以在肉品区找得到 今天我们要买的是鸡肉 这个是鸡腿 是鸡的腿 那它已经事先把鸡腿切成一块一块了 所以它叫做鸡腿切块 这样我们比较好料理 现在我们来到了蔬果区 我要找的是姜 在市场或超市 你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姜 这种姜叫做老姜 它放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它是干燥的 可能味道也比较辣 这种叫做嫩姜 它放的时间比较短 吃起来也比较甜 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要做什么菜 来选择不一样的姜 好 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准备做的料理是隔离鸡汤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食材 已经都准备好了 阿姨 可以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鸡腿肉 好 所以是鸡腿的部分 已经切成一块一块的 是吗 好的 那这个是 蛤蜊 蛤蜊 蛤蜊已经泡了水 为什么呢 要泡盐水 蛤蜊要泡盐水 里面的沙吐出来 因为蛤蜊碰到盐水 它会把里面的沙吐出来 等一下你喝隔离鸡汤的时候才不会喝到沙子 好 接下来这个调味料是 姜 老姜 好 这个是 葱 葱 等一下切成葱花 等一下一样切成小小的葱花 最后是 盐巴 盐巴和 香油 好的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来做隔离鸡汤 先切 先把它开火 好 先开火 因为鸡肉要烫一下 好 让水滚 好 我们要先 切姜片 切一下姜片 切几片 放进去 好 放到滚水里面 对对对 因为等一下要去除鸡肉的腥味 它开了以后它会有些汽水泡 好 水滚了以后呢 可以看到在水的表面 里面有很多的小泡泡 我们现在在等水滚 等到水滚了以后呢 阿姨现在要把鸡腿肉放到滚水里面 汆烫 汆烫 好 汆烫呢 是指食物放在高温的水里面去除它的腥味 还有血水的部分 让食物吃起来不会有太多的腥味 汆烫喔 放一点姜 放几片姜 对 去除它的血水 好的 然后腥味也会有 好 阿姨说放姜片可以帮助 那个鸡肉的腥味变得比较少 然后也可以去除它里面的血水 那这样汆烫好我们再洗一次 好 这个我们已经把鸡肉汆烫好了 所以阿姨现在用肉勺 把鸡肉先捞起来 然后这个汆烫的水我们就不需要了 这个我们要洗一洗 好 等一下阿姨会拿开水 把鸡肉洗一洗 好 然后再洗一锅水 接下来呢我们一样再把一锅水煮滚 然后我们就放几片姜片 接下来一样把几片姜片放到滚水里 好 阿姨一样等水滚了 好 好 等到水滚了以后呢 可以把鸡肉放到滚水里面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 这样 把盖子盖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样子焖起来它的鸡肉会比较好吃 好 焖了之后鸡肉会比较软是吗 好 这样鸡肉会比较好吃 那水开了以后我们再放蛤蜊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空档 我们就可以来切一点葱花 好 等到水滚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把蛤蜊放到滚水里面 那在等待的时间里 我们会先切一点葱花 把葱切得小小的就叫做葱花 好的 好的 好 现在看到水里面已经冒了很多 水的表面已经冒了很多小泡泡 表示水已经滚了 再给它摊一下 好 再焖一下 让鸡肉变得更软 好 这蛤蜊我们记得要泡盐水喔 盐水让它沙子吐出来 不然等一下你煮下去 一颗有沙子里面就整个都会滚蛋 好 所以阿姨提醒说 泡蛤蜊 蛤蜊泡水的时候 一定要泡盐水 加盐巴 加盐巴 对 就先放水的时候要加盐巴 因为蛤蜊碰到盐水里面的 隔离里面的沙子会吐出来 会从隔离里面跑出来 这样子等一下喝汤的时候才不会喝到 汤里面是有沙子的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开了对不对 嗯 好 现在 好 现在汤已经滚了 已经开了 好 煮开了 阿姨说再焖一下 那这样 我们大概焖五分钟的时间吗 对 差不多三五分钟 好 大概 焖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现在开了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可以放蛤蜊 接下来我们要把蛤蜊放到鸡汤里 好的 好的 好 阿姨 隔离要怎么知道熟了没呢 它会开 好 所以只要隔离煮到打开了 你就知道隔离熟了 我们可以现在放调味料放一点盐 好 我们现在放一匙 一匙的盐吧 一匙就可以了 好 好 这样子开了有没有 好 隔离已经煮开了 表示熟了 对 好 这个都开了有没有 都打开了表示熟了 好 隔离熟的速度好像比鸡肉快一些 对对 拉了 好 对 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起锅 起锅以前呢 我们会先在大碗里放葱花 好香 最后要加的调味料是香油 阿姨 为什么是加在大碗 不是加在汤里面呢 我们这样给它冲下去就可以了 哦 这样直接冲下去 好 然后这个白白这个浮沫可以把它捞掉 好 在煮汤的时候会上面上白白的浮沫 这个是肉的 这个蛋白质这个我们就不要了 好 肉的浮沫 有一些白白小小的 多余的部分我们就不需要 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就把它盛在锅上 好 那我们的汤已经准备完成了 隔离已经打开都熟了 然后鸡肉也变得很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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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这是我们的隔离鸡汤 有满满的隔离 还有非常香的鸡肉 还有绿色的葱花点缀着我们的隔离鸡汤 我们的隔离鸡汤已经完成了哦 好 好我们的隔离鸡汤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要来吃吃看隔离鸡汤里面的鸡肉 味道怎么样呢 好 可以看得到鸡肉已经煮得非常的软嫩 好鸡肉已经煮得软软的 然后还有葱和隔离的香味 是非常非常香的一道汤品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食材 还有烹调的方式 第一个是隔离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刚刚阿姨说的是隔离 在台湾隔离或隔离都有很多人用 所以如果你在台湾听到有的人说隔离 其实它指的就是我们的隔离 是一样的东西 第二个我们想说的是鸡肉 今天我们用的是鸡腿 鸡腿的部分比较嫩 也比较香 但是如果你喜欢鸡胸 或是鸡翅 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用来取代鸡腿 做这道隔离鸡汤 第三个 我们刚刚也用了姜片 来做这道料理 姜片就是指把姜切成一片一片一片薄薄的 姜片的用处呢 是去除肉或是海鲜里面的腥味 腥味是指肉类可能会有比较不好闻的味道 姜的味道比较强烈 可以让那个味道变得比较淡 或甚至不见 所以这是姜片的功用 那怎么样让姜片在鸡汤里发挥它的作用呢 我们要用的烹调方式是 穿烫 什么是穿烫 穿烫是指用一锅煮开的热水 先把食物放到热水里 再把姜片放进去 热水可以去除食物的血水 特别是肉类的血水或是腥味 而刚刚提到的姜片 可以帮助热水更快速更有效的去除腥味 所以通常我们在煮汤的时候 经常用热水和姜片在做这道菜以前 先把肉类的血水和腥味去除干净以后 才进入正式料理的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阿姨 会先汆烫之后 再换一锅新的水 来裁作我们的隔离鸡汤 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烹调方法是 什么是闷呢 就是让食物放在锅里 水煮滚以后呢 让小火慢慢慢慢的慢慢的 烹调这个食物的时候 同时也把盖子盖上 利用锅内的高温 还有气体在里面循环 可以让食物的味道变得更入味 也变得更好吃 比方说刚刚阿姨 为了让鸡肉变得更软更嫩 所以她把锅子的盖子盖上了 就是用焖这个方法 来让鸡肉变得更好吃 味道更丰富 好 这就是我们的隔离鸡汤 冬天很冷的时候 大家如果想喝一道简单的汤品 隔离鸡汤非常的容易 也非常的好吃 大家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哦 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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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